嗨 你好 這是小偉智 這一集開箱Vispin的這件七分秀的羊毛半蟬外套 那這是它的包裝袋 外套已經掛起來了 那就是一般的這個托特袋 然後你買像是半蟬外套或者是後背包 都會有一樣的這種的托特袋 那就不多說 那還是剪派員第一次看到這個影片 那這個托特袋 噢 曝光了 等一下 好 托特袋是有這個拉鍊的 這就蠻好的 你做日常一般的使用也都可以 好 再來就是今天的這個主角本人 就是這件半蟬外套 好 那先從外方開始做得開箱 顏色的部分是均綠色的 然後目前跟影片中沒有什麼色差 就是你把 我是用iPhone iPhone 11的手機 那你把亮度調亮一點點 好 就比較 螢幕不要調那種 這是護眼的 不要黃黃的 會比較好 好 這是均綠色的 好 然後設計一樣也是很素 那唯一有設計的地方我覺得 那唯一有設計的地方我覺得啦 就是在前面這邊 它有做這個像是V字的這個尺 叫什麼鋸齒嗎 就是V字的這個零形的車線這樣子 給你們看一下 那就是一般的車線這樣帶過去的 好 再來背面 背面是素的 這件材質的話是83%的羊毛配混棉之成的齁 那摸起來舒適度是滿好的 好 那再來的話前方有兩側 就是有設計兩個口袋 好 那口袋上面的話這個五巾也是有 就是那種做舊的這種效果的五巾 就是 呃 叫什麼 元素 好 OK 讓你們看一下 好 就是有做舊的感覺 然後 就大概是外部 好 然後可以看到袖子 袖子是比較短的 是七分袖的 給你們看一下 七分袖的 那穿起來就比較有俐落感 比較不會就是像 太傳統的那種 呃 就是日本的那種和服那種感覺 好 那再來 帶到裡面 內側的部分 它有車這個 像是絲綢材質的這個襯裡 那這個材質目前很滑順 很舒服 就軟軟的很舒服 那提升這個 穿著的這個體驗是很好的 好 然後外套這邊的話 中間是有一點像 棉花填充物的感覺 然後 所以 基本保暖功能是OK啦 因為畢竟也是羊毛的 好 呃 大致上 是這樣 然後再給你們看一下 標 也還沒有 這沒有什麼改動 這個都定番的 大致上是這樣 好 那如果相關的問題 商品相關問題 也可以跟我說 然後我在 看到留言 再回覆你們 拜拜